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野利歌城 这座社会主义的强国 这座古代文明是如何崩溃 塌陷的呢 大体上是三个步骤 第一 一场强贷 停贷 强制停贷的金融危机席卷了野利歌文明 楼市塌了 楼塌了 强国塌了 用中国的一句现代汉语来讲就是 我们看着他起高楼 我们看着他楼塌了 楼塌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 所有强国的神话 中国的梦话 瞬间破碎 如同亚当被剥掉无花果树的裙子 或者用这一周的一个新闻概念讲 如同中国脱掉了马面裙 第三步 露出了枝鸟 一只肥头大耳的枝鸟 形状像机甲 恶臭的土丘 野利歌城塌陷了 野利歌城它的塌陷和野利歌的战争 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军事冲突 最真实的历史事件 而且是个现实事件 还是个未来事件 为什么说是未来事件呢 野利歌城的塌陷 像极了或者预表了 岂是路当中另外一座城市的塌陷 那就是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了另外一个时间相对较短的文明古城 巴比伦大城 把他投到海里 永远不再看见了 所以野利歌战争和野利歌塌陷 是历史 现实和未来最为真实的 新闻 事件 战争 但是遗憾的是 上千年来 特别是最近五百年来 包括路德宗在内 主流基督教 对圣经当中最著名的战争 甚至所有的战争 做了一种系统化的 非政治化的灵异的解释 包括以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关于约书亚记的经典注释 来自于路德教区的很厚的一本书 这些作者和主流基督教的这些 牧者 学者完全一致 那就是把包括 耶利歌战争在内 所有旧约圣经记载的战争 完完全全的 弯曲位 一种灵异的战争 一种属灵的战争 一种人类内心 或者圣灵与空气中的掌权者 魔鬼 乌灵 鬼魂之间 进行的一种看不见的战争 或者把它描述为我们新的生命 与肉身进行的 完全纯粹心理学意义上的 神秘主义体验 这种处理成了整个主流基督教的 基本共识和核心教义 这种可怕的处理 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在人类的历史 现实和未来 会真实的发生这种 规模巨大的决定个人命运和人类前途的 政治战争 政治事件和政治新闻 或者军事战争 这是一种何很可怕的结构性的颠覆呢 若非没有基督教的重建 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舌说之中 为什么说对圣经中的战争 做灵异化的 非政治化的处理 是蛇说呢 因为蛇说 神 启示真说 现在我们每个人打开约书亚记 打开整卷的圣经 你自己看一看 从亚伯拉罕四王五王之战 到启示录当中 列国的战争 列国敖兵 有哪一场战争 是所谓的灵异的战争呢 不 都是真实的 现实的 简单的 清楚的 政治战争 军事战争 那么基督教主流 包括路德宗在内 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胡说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金牛独教 他们追求的就是 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因为他们害怕 因为他们恐惧 因为他们自私 因为他们不负责任 因为他们的父就是起出 沙谎的那一位 魔鬼在彼得的身上 有时候 在一定的时期内 也会在主流基督教的身上 这并不奇怪 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所以基督教重建当务之己 我们今天但愿 这个主流基督教 像耶利哥城一样 彻底的塌陷 但是 这场塌陷实际上 并不是完全的 为什么呢 一座城市灭亡了 塌陷了 永乏了 但是 在座城市 在这城墙上 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国度 那个国度 要比以列歌城大一万倍 那座城市 在一个女人的肚子里 那座城市墙上的那个妓女 在她的福中 在她未来的福中 包含着整个人类解放的希望 在她的福中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度 我们必须称之为天国 在这个国度里面 今天容纳了包括我们在内千千万万个神所拣选的新的生命 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奇迹 所以我们说 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没有 以列歌战争 是真正的神学意义上的战争 也是真正在人类历史上 真实发生的战争 以列歌城 这个古老的强大的流氓国家 能够被轻覆 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新鲜事 因为在人类历史上 我们看见了太多强国 不可一世的古国 怎样被轻覆的 这不是独一的历史事件 正如我们今天唱的尊主圣爷所说的 神价有权柄的师位 叫卑贱的身高 这是历史的一个基本线索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 都遵循上帝的一个旨意 他在历史当中掌权 但是以列歌的轻覆 在另外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哪个方面呢 轻覆了以列歌 诞生了一个祭祀的国度 以色列从埃及被呼召出来 在旷野形成了一个民族 轻覆以列歌之后 在加南美帝形成了一个国家 直到今天 换句话说 以列歌灭亡了 但是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国家 新的国度 在这个意义上 以列歌战争是独一无二的 换言之 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所有的革命 所有的改朝换代 都会真正的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五千年中国 无数次野力歌城的塌陷 攻占洛阳 攻占长安 攻打北京 攻占南京 所建立起来的新王朝 都是旧王朝 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坏 于今为坏 于今为烈 从来也没有产生过一个祭祀的国度 为什么呢 这场强大风潮 在动摇国本 危机一瞬间就领到了 川普即将归来 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他会真的把美国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吗 不会 即使他得胜 美国也不会到达一个新美国的境地 除非 除非 推翻野力歌 或者野力歌灭亡的整个过程 从前到后 完完全全的遵循 约书亚记的历史叙事 换句话说 野力歌的亲父 以及在迦南地重建神的国度 需要满足约书亚记 在约书亚记四到六章所记载的五个基本条件 当这五个条件同时满足 我为什么说同时呢 就是时代的变革 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 加起来叫充分条件 其中每一个条件叫做必要条件 所谓必要条件就是有之未必然 无之必不然 第一个方面的必要条件 就是加南人野力歌人恶贯满盈 这一点 中国每到一定的历史时期都会达到这个程度 今天中国又一次的恶贯满盈 这个恶贯满盈到了什么地步 你想唐山女 铁链女 新疆香港 上海封城 就一目了然了 再想想这一周发生的知了失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完了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必要条件 还需要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必要条件 两者加起来叫充分条件 第二个必要条件 包括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 我们在这里可以说 总结一下 就是一句话 需要在这地上兴起一个公义圣洁的军队 或者约书亚所代表的上帝之师 五千年没有这个 一代一代的王朝败坏了 但是从来也没有兴起一个 在信仰上 在精神特质上 在生命特质上 有别于过去所有的 在朝的流氓和在野的土匪 这样一个全新的军队 没有 那么约书亚所代表的 约书亚的军队所代表的 圣洁和公义之师 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我们说包括五个基本方面 这五个方面 很逻辑的记载在约书亚记四到六章 翻到下一页 我们把这三章的经文呢 分成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或者说 真正的改朝换代 真正进入新中国 真正的进入新时代 必须有耶稣亚的正义之师 而这个正义之师 必须同时满足这五大条件 第一 过约旦河 四章一到十七节 这支军队 这一代新造的人 一个方面要死 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的老我 要死在约旦河的那一边 死在旷野 另外一个方面 新的一代人要出来 并且他们要纪念 要信仰 带领他们过红海 和过约旦河的那位神 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们展开来说 现在我们只需要记得 新时代的到来 新的军队 需要满足第一个条件 过约旦河 第二个条件 在基甲行割礼 这是割礼之民 这是上帝的约民 这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 新一代人 这是第二个条件 详细含义 随后讲解 中间有一小段经文 是约书亚记当中 最神秘的 最深刻的 最基督的一段信息 那就是有一位 不知道是谁的 这么一位 扶刀而立 约书亚说你来干什么 你来帮助我们 还是帮助耶利哥人 他说不是 都不是 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段信息很神秘 我们可以简单的 把它指向基督 那就是新的军队的第三个条件 是一个跟随基督 时时刻刻 按照基督的事与非 而生活的人 不是按照任何主义 任何原则 任何兵法去征战的人 是按照基督的道 基督的福音 基督的真理 去生活的人 没有这样的人 人类永远不会进入 真正的新时代 第四个条件 消灭耶利哥 毁灭耶利哥 屠杀耶利哥 发生了一场 用现代的 假冒伪善的 左派的标准 绝对反感的一个事件 屠权耶利哥 男女老少 甚至连生疏都杀光了 而且在这段信息当中 至少两次重复一个信息 叫什么 绝不可夺 拿耶利哥的一针一线 一金一银 金银财户归上帝 其他的财户全部灭绝 这什么意思啊 这太深刻了 诸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从农民革命到共匪革命 到今天即将发生的新的革命 他们从始至终有一个目标 从来没有改变过 什么目标 杀人越火 夺取生产资料 打土豪分田地 重新分配财富 这是从所有的革命到文革 到未来的革命 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革命目标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耶利哥战争 普陆毁灭耶利哥 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什么都不为 不要耶利哥任何财富 这太难得了 这不可思议 换句话说 毁灭耶利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正义 就是真理 什么时候 人类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出现了这样的一场战争 什么时候 我们的民族才有资格说 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什么时候 民以实为天 发展是硬道理 GDP中心 一切都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 我们永久永永远远是知了爬虫 你没有未来 你不是上帝造的人 只是一个食物采集者 只是食边因为争抢食草 而彼此发生冲突的爬行动物 耶利哥外面的以色列人 作为一个全新的生命 第一次站起来了 这是上帝造的人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当井冈山到延安 这些丢下锄头 拿起屠刀的农民 跟着一群土匪杀人越货的时候 就注定了 中国有今天 比前朝更悲惨的结局 因为你什么时候侍奉马门 马门回过头来 就会加倍的败坏你 毫里不爽 上帝知道财富对灵魂的败坏 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 耶利哥的财富要一分不可取 这场所谓的强带停带危机 说穿了还是为了钱 他不标志着未来 他可以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 但是也绝对不标志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新时代的希望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这个刚刚萌芽的 约书亚军队中间 在基督教重建中间 在我们未来不断地传讲 真正福音的运动中间 这是新时代到来的第二个条件 下个主人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有一个败类叫亚盖 拿了耶利哥的东西 马上就失败了 失败是什么意思 他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失败 军事失败 还有一个失败 那就是你重新成了耶利哥人 你灭了耶利哥 但你又成了耶利哥人 这个是五千年中华文明 真正悲剧的总结 你推翻了国民党 你比他还腐败 对吗 全世界你还能找到 像中国这么腐败的吗 我们都可以做见证 看看我们党里的钱 我们都可以做见证 为什么呢 压干 圣我钱财是我们进入新时代 真正的必要条件 但是还有第五个方面 那是不是我们就完完全全的 对耶利哥人 像秋风扫落一样 扫落夜夜一样 对敌人一样残酷无情 不是的 第五个条件就是爱和怜悯 但是爱和怜悯 是有个基本前提的 爱和怜悯那些悔改的人 一座城市毁灭了 拯救了一个悔改的 妓女拉荷一家人 1949年之后 中国有三年之多的 镇压反革命 大量的屠杀 很多的地主富农 假地主 假富农知识分子 56万的知识分子 最后几千万的农民被饿死 什么意思 他们没有神的爱 我们不说他们是完全的悔改 就是已经认罪了 已经服法 已经服软了 你还是要杀害他们 这是魔鬼的战争 但是上帝的战争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以为他真正的 屠城就全部杀光 屠城的前提是 刚硬到底不悔改 你们可以追随拉荷的道路啊 这是一条窄门 是一条得救之门啊 你去接纳耶和华的探子 你去悔改 你去向神祈求救你的一家人 神借着以色列人就怜悯了他们 总结一下 新时代的到来 正义之师 约书亚的军队 基督的军队 耶稣的军队 需要五大条件 第一 过约旦河 第二 基甲割离 第三 跟随基督 第四 把凯撒的归凯撒 把钱财给他们 不要他们的钱财 不为钱财而战 只为正义 真理 为基督 为主 第五 爱与怜悯 饶恕 敞开一道门 值得强调的是呢 我们在九月份 九月中旬 即将进入 马太福音 更系统的学习 为什么要先讲约书亚纪 我现在告诉大家 实际上约书亚纪 是马太福音的序论 是马太福音的导论 这不仅仅是因为 约书亚就是耶稣 这是同一个名字 也不仅仅因为 夺取了迦南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 耶稣降生和定十字架 并且复活生天的地方 也因为 在耶利哥战争当中 耶稣肉身的祖先诞生了 或者得救了 马太福音一章五节 撒门从拉荷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这是奇妙无比 奇妙在哪里呀 撒门从拉荷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是大大的有名了 就看路德记 这个名字在西方历史上也常见 撒门 撒门娶了谁啊 撒门娶了妓女 这是个男人啊 这份胸襟 在中国明朝 晚明的时候 发生了抢夺妓女的战争 对吗 叫陈元元吧 真可怜啊 在中国不仅做女人可怜 做妓女更可怜 做明妓女那就是男上加男 谁有刀 谁有权 他就是谁的玩物 拉荷真是很幸运 他不仅全家得救了 在神的国里 他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所以悔改和重生啊 人的新的生命 神给新生命的祝福 远远超过自己所求所想的 而且也不会在未来 有以色列人 有真正的以色列人 会骂他 就控告他 动不动就提你以前是谁 去控告你 相反 有人爱他 娶了他 而且不是娶了他 做小 做三一太 像中国故事 历代土豪猎身 赵家人干的那种事 既然你是巨女 我买了你 玩几年嘛 但是上面有大一太 二一太 三一太 这是谁 这是和尚家的十三一太 真是可怜的一个民族 我这不是说为了黑中国 而黑中国 这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这是常见的现象 你们自己爱看春宫戏 全是这一套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当然一般三一太 都是貌美如花 拉荷成了他的妻子呀 有传说说这个撒门啊 就是耶利哥的探子之一 可能到城墙上就看上人家 这是有可能的 我倒希望以后有人写写这段历史 或者把它创作出一个新的爱情故事来 比《泰坦尼克号》感人多了 《泰坦尼克号》胡编乱造 天国王朝胡说八道 好莱坞只除一些骗子 左派的骗子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提醒 千万不要再看好莱坞的大片 它们全是左派的垃圾 一文不知 都是魔鬼之音 拉荷 生了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布阿茨 历史就到了路德记 更让我们奇妙的是 你想啊 耶稣基督什么人呢 当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家谱的时候 明明确确的告诉我们 他的祖先当中有一位妓女 上海有一位记者 说知了有一只肥头大耳的知了 就被谨言了 可不可怕 我们这位肥头大耳的东西啊 比耶稣基督还狂妄 是不是啊 你敢说他祖先有一位妓女 她不弄死你啊 为什么 她没有自信啊 她假呀 人类的救主 福音书开篇告诉我们 他的祖先有一位妓女 你怎么可以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呢 你怎么可以搞历史虚无主义呢 你怎么可以接历史的伤疤呢 你怎么可以黑伟大的救主呢 他是救主 他的名字叫诚实 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 你们想一想 这卷圣经呢 不仅从来不遮掩犹太人罪恶的历史 你看看旧约 犹大是个嫖妓者 大卫是一个淫乱者 亚伯拉罕是个撒谎者 所罗门到晚年是一个什么 败坏的一塌糊涂的这么一个淫棍 这都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历史英雄和君王 对不对 民族英雄 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再次看见 主耶稣的先祖当中有一位妓女 有一位外女 路德是外女 摩亚人 摩亚人按照先知的说法 这是个很败坏的民族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路德和拉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悔改丛生 在基督里面 人若悔改丛生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在这两个女性的身上 包含着所有人类全部的希望 我们的生命可以可能在某种时候走到尽头 但是在基督里给我们开了一块又长 又大又宽的门 看拉罕我们恢复信心 看路德是我们信心满满 我深信撒门和拉罕都是有爱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拉罕深爱他的家人 一再的祈求把他家人都救了吧 他有爱 他不是个自私的人 对吗 撒门爱妓女 他知道什么叫 这叫爱情 他也不怕以色列人嘲笑 两个有爱的人生了一个有爱的孩子 波阿斯 看路德记你就会发现 波阿斯是何等的怜悯路德 路德是个寡妇 跑到了伯利恒 跟着人家屁股后面十脉岁 虎口 养了一个年老瞎眼的 瞎不瞎眼我不知道 这么说吧 体弱多病的老太太老太婆 她的未来在哪里 没有未来呀 你看那个 俄尔巴 就她那个轴里 那多聪明 我才不跟着你去受苦呢 我要去深圳 我要去上海 我要去北京 我要去中南海 我要站在主席身边 去拍照 路德有爱 路德为什么要去 要跟随 拿额米 他的婆婆去迦南 因为他爱他婆婆 你把那个老太太扔下去 他怎么活下单身啊 当然你往深处讲 他有信仰 他信 拿额米的神 对吗 但总的来说 他有爱 他有爱 他找到了爱 伯拉斯非常爱他 整个过程 很生动 很曲折 路德记是我最喜欢的 旧约一卷书 语言美极了 当然翻译成中文之后 可能没有那么的生动 再也没有一本爱情故事 比路德记更美了 没有什么同男同女 高护帅爱上了什么傻白天 他们两个人的结合 生了谁呢 生了俄贝德 俄贝德生了谁 生了耶稀 耶稀是谁啊 耶稀是大卫王他爹 俄贝德是大卫的爷爷 大卫王预表着耶稣基督 大卫王的儿子 所罗门再往下就是 约瑟和玛利亚 耶稣的肉身的父母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约书亚记 是马太福音的导演 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 肉身的传承 让我们看到了神 在这座城市当中 在人类所谓最古老的城市当中 城墙上 埋下了一个 长向未来的种子 表面上耶利哥城 抚灭了 不 一个新的城市 天上的耶路撒冷 在一个妓女身上 孕育发展 直到完成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赞美神 这是身在神的智慧 祂是怎样从无道 有从不可能当中 为我们生出一个国度 就出来的 这是前提 现在我们来看这五个方面的基本信息 我们是约书亚概论 所以没有时间讲完每一章的经文 我选一些呢 和我们的主题相关的一些经文 做一些最简单的解释 这是约书亚记第四章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记载 第十三节先告诉我们 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不是灵异的征战 虽然包含着灵异 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战争 军事战争 你凭什么回避政治呢 第二 四万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整个以色列的军队 不止四万人 至少八万人 就是能够打仗的男人 什么意思 只有一部分人 或者一半人做好了准备 这是主流基督教 一个基本的状况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领受 这战争的真理 大部分人都仍然在吃喝玩耍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战争开始了 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过约旦河 十九节 正月初十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蒋 在耶利哥的东边 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 那十二块石头 约旦亚就立在吉蒋 对以色列人说 日后你们的子孙 问他们的父亲说 这石头是什么意思 这是叙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神吩咐他们 从约旦河 每个十二支派 各派搬一块石头上来 这石头应该很大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就告诉我们原因了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 过着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在你面前 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 从前在我们面前 使红海干了 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原因就是二十四节 我们不要再做别的解释了 这里说得很清楚 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使你们永远敬畏 新时代的同工 我们要成为认罪悔改受洗的基督徒 基督徒的诞生产生 是新时代到来的第一个前提 没有基督化 就不可能有新时代 这是常识 这是最基本的判断 但是这里面呢 同时强调了第二个方面的真理 就是二十四节 使天下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句话是个交叉结构 对吗 这个举动中间是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那让谁知道并且敬畏呢 前面是让天下所有的人 后面是让以色列人 对吗 所以这十二块石头 作为一个见证 首先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耶和华是神 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 所以我们读约书亚记 会看到一个相关的信息 就是猎王都心都消化了 加拿大人心都消化了 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以色列的神 是创造天替万物的神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耶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平静风和海 那个能力 能够控制自然界的那个能力 这个控制者一定是神 是真神 所以他们害怕 这十二块石头 是证明这一点 证明我们的神 是创造主 并且在地上长有全能 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一场战争的到来 我们需要有一个必胜的信息 我们这个必胜的信息在哪里呢 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是神 就这么简单了 这也是以色列人 存在到今天一个真正的奥秘 他从心里面相信 神与我们同在 这种信心 是胜利 是战争胜利的前提 第二个方面 我们容易失去这个信心 我们容易忘记这一点 忘记和我们同在的是 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所以另外一个方面 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就是永远记着这件事 十二块石头留在那里提醒我们 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他为我们做过这样的事 他既然已经为我们做过这样的事 那么他现在和将来还会做 甚至会做更大的事 一方面我们小心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石头不断提醒我们 这对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活也是完全切合的 我们这里有好多的弟兄姐妹 实际上出生在六七十年代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童年啊 反正我是做梦也想不到 在我这个中年之后呢 能够举家来到这个新大陆 我们实际上飞过了 度过了历史上最远的距离 地理上最远的距离 是什么 我们横渡了太平洋 太平洋是什么 太平洋就是红海 就是约旦河 这是个最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伟大的神迹 我们从来也没有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 新一代的孩子们 这个移民是很轻易的一件事 我就在想我自己童年的时候 一个有人嘲笑我是个农民 农民的孩子 这话千真万确 在东北做农民的时候 做农民之子的时候 常常在夜里 有的时候看清灰 看月亮 看耶利哥的意思就是月亮城 没有想过 我会度过太平洋 到一个新的世界上来 我们都没有想过 这是耶和华大能的手 带领我们 就是那位带以色列人 过红海 过约旦河的人 带领我们过了太平洋 他的能力何其浩大 但是我们的石头在哪里呢 回去收集一下你每一张机票 那就是约旦河的石头 每一张机票 每一块石头 真正告诉你的信息是 耶和华的手 大有能力 你们明白吗 所以最近我买了一栋小房子 我要把它变成石头的样式 提醒我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大有能力 他可以在太平洋的西岸 赐给我童年时期一座土房 也可以用大能的手 带我飞越太平洋 在这里重建家园 我们的一生有好多十二块石头 好多石头 可是我们忘了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神的手 大有能力 其实神迹就在你身上 有这样信心的人 我们才可能去打仗 才可能攻陷耶利哥 一个小信的民 一个根本不相信 耶和华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带领基督徒过太平洋的人 你怎么去相信神的话说 你围绕耶利哥 他必塌陷呢 这些年来我们讲了这么多政治的信息 什么意思啊 绕行耶利哥 直到他塌陷 我们凭什么敢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 红海之神 耶诞河之神 圣劳伦斯河之神 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看第二个方面 约书亚行割离的缘故 行割离的信息在上文 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 是一切能打仗的南丁 除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离 上一代人都受过割离 唯独出埃及以后 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 都没有受过割离 第八节 国民都受完了割离 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等候痊愈了 这需要一个恢复的时间 为什么要受割离呢 你看为什么要取石头呢 神自己解释的含义了 为什么在机甲要受割离呢 神自己就解释含义了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 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 首先呢我们看见过约旦河和割离同时指向了洗礼 这有新约圣经平行的经文 洗礼的真理我不再强调了 我们重点再说一说神自我的解释 第九节 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这是机甲割离的真正含义 但是呢 这句话是个难题 我查了很多资料 包括路德教会的那些书籍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含义 他们的解释莫衷一世 就什么叫埃及的羞辱呢 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在埃及做过奴隶 对吗 所以这个羞辱一定不是指四百年的埃及为奴的那个羞辱 应该不是 但是在旷野他们又没有遭遇过埃及人 所以 墨者学者们不知道这句话到底什么含义 拉比门也要莫衷一世 坦率地说我自己到现在仍然在思想 有一些领受暂时和大家分享 埃及的羞辱呢 是一个偏证结构 羞辱在前面翻译成英文就加个off 埃及的 除于埃及的或者是埃及式的 埃及特色的 埃及特点的羞辱 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呢 我们的思路会宽泛一些 那就是这个羞辱是具有埃及特色的羞辱 不一定是指埃及人加给他们的羞辱 而是指四百年的历史传承 形成的那种巨大的文化负担和罪孽意识 罪恶的传承 活在压在以色列人的生命上 接着割离又把它拿走 那么第二个方面 割离所要处理的是 男性的生殖器官的无用的一部分 所以我理解把埃及的羞辱滚开 主要是可能指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呢就是肉身做王的这种传承 这种信仰 这种在旷野里不断以吃喝玩耍 肉身的基本需要吃喝喝 来取代一切的这种生活 要借着割离把它终结了 肉身做王的 这个历史积极现实的生活 要跟他说再见 这是第一个我能理解的含义 第二个含义呢 这个肉身上的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对整个以色列人 不仅是生殖活动 也是对他生命的一个最大的遮盖和束缚 我们不一定要用现代人的道德观念 去看这种自然主义的描写 在圣经里面 在上帝的眼中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意义的 他只是在讲一个基本的事实 比如说像历位记讲到了很多 是谈到了月经的问题呀 这个处理一些生殖方面的问题 对神来讲他是个医生 医生里面没有什么遮掩的 没有什么敏感词 所以这个肉身上的这个羞辱 是不是指某种罪恶 某种肉身上的罪恶 成了以色列人生命最大的遮盖压抑和捆绑 现在要把以色列人的生命从这种假冒伪善的遮盖 捆绑和压抑当中解放出来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那个肥头大耳的东西要让它滚 不能再往下说了 再往下说就会被约谈了 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到此为止 现在全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从心里面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 这个呼喊 用西伯来文讲叫机甲 用中文来讲就叫滚吧 可以滚了 听明白了吗 好吧 听明白了 翻到中间这段信息 当然关于机甲割离 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一直谈到基督教福音信息的两个基本方面 攻克世界和攻克己身 其实机甲割离最最重要的信息 是攻克自己的肉身 攻克己身 舍己攻克自己的肉身 我们才可能承担使命并且彼此相爱 一个连自己这个肉身 自己这个耶利哥都不能战胜的人 你没有办法去攻占耶利哥成 所以这些机甲割离 我们比较正式的来讲 我想主流也不会反对的一个信息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条件 信上帝 过约旦河 相信他的大有能力和同在 第二个方面 攻克己身与肉身诀别 公义和圣洁 我们还记得使徒行乱的耶稣基督的有一个描述 就是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凡祈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公义呢 指的是攻克世界 攻击世界 圣洁呢 攻克己身 对吗 所以机甲 在我们到达耶利哥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肉身消灭了 不一定消灭彻底的 你要胜过他 这也是机甲哥里的一个核心信息 现在我们看中间这段比较难解的经文 第五章13到15节 你会看啊 这段信息很奇很奇特 就是456 甚至23456 不断提到一个概念 靠近耶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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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的在逼近 这也告诉我们基督教的成建和改革 需要一个过程 等着我们生命的成熟 等着耶稣亚军队的成长和壮大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概念 再一次提到靠近耶利哥 还没有进去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课没有完成 是的 第一大条件 信神的大能 信大能的神 第二个条件 功克己身成为新造的人 第三个条件 这还不够 如果说前两个因素指的是 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那是不够的 你只是一个从生 接下来还有漫长的生活 天路历程要走 在这个天路 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怎么生活呢 跟随基督 要有一个带领者 这里出现了 功克以利哥也好 我们个人的新生活也好 每天每刻 每一战都要顺服基督的真理 需要一位元帅 他来了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举目观看 看哪 有一个人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 包括路德宗赞人的主流基督教 怎样处理这把刀的 他们不相信 不愿意讲 有真实的刀剑的战争 他们就把这把刀 再一次软磨硬泡的 变成了按摩女的手 或者用石头砍自己的石头 对面站立 约书亚就到他那里去 问他说 你是帮助我们 那是帮助我们的敌人 这是人性 毛泽东说 分情比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约书亚也这么讲 这是人性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 特别是在汉语思想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声音 像约书亚纪五章十四节 这样临到我们 这太震撼了 没有人会说这样讲话的 你无论是为了讨好人 民心可用 你无论是为了安慰你的选民 你都不会这样讲 主要神会这样讲 他说不是 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就这一句话 我们就知道他是神 这话呢 至少有两个颠覆性的 天国之音吧 第一 你们如果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那我就来帮你们 整个的基督教 在历史事实这个意义上 他们不再是耶和华的军队了 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政治战争 他们只承认自己属灵的战争 属灵的战争 自己打自己好了 打耳光 砍石头 表演洗脚 都可以 不需要 不需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你做耶和华的军队 他就做你的元帅 这是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 从否定的角度来说呢 神是公义的神 他不会无原则无条件的 就非要帮你以色列 你做的不对 他打你比打外邦人还要狠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对吗 我们如果偏离神的旨意 他就会打我们 死不悔改 最后会弃绝 没有一次永远的事 他可以不这么讲 他为什么偏偏要讲这话呢 因为他是诚实的 这和世界上 所有的假基督那些流氓领袖 完全相反 他发誓他永远和你在一起 他不是这样的 刘冠章 桃园三结义 只要我们哥仨好 你错了 你对了是对 你错了也对 因为咱是哥们嘛 耶稣不跟你玩这套 你错了就错 你对了就对 你对了我帮你 你错了打你 这是什么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因为他是神 有人不断地问我 那你们跟伊斯兰教的神有什么区别 我一直跟他说三大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 我们的神不会因为有人侮辱他 就让他的百姓去弄死他 因为他自己有能力去弄死你 对吗 第二对女人的对女性的态度 看拉合吧 是的 神不许女人做牧师 但神尊重女性 基督教证尊重女性 看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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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就在这里了 你的神只打 外邦人不打你自己的选民嘛 永远跟你在一起嘛 你那是真神嘛 因为人都是有限 都是有罪的 上帝管教责打以色列 管教责打基督教 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我们感谢这位神 而这位神放在这个地方 就告诉我们 你如果要灭绝耶利哥 你需要跟随神的旨意 不是跟随约书亚 不是跟随其他什么伟大领袖 你要跟随这样一个公义圣洁的神 战争会打红眼呢 诸位 我们再一次讲讲路德改革 当年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一派 跟天主教打荡的时候 最后打红眼了 红眼会有个什么情况 最后双方都有点不讲理 都在妖魔化对方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人 神一定站在新教这边吗 神一定站在天主教这边吗 不 谁符合真理 他站在谁那边 那是不是新教全符合真理呢 no 这是我们今天倡导重建基督教的另外一个原因 那么是不是神就完全站在我这边 站在我们这小群这边呢 不 我们要谨慎 求神怜悯我们 在我们错的时候 主啊 我愿意悔改 我们惹不起他 我们愿意他是元帅 我们愿意效仿耶稣 就伏地下拜说 我主有什么吩咐 神的仆人 耶稣这个举动 是我们应该效法的 他没有生气 我好不容易把你判来了 你还不跟我一伙 耶稣为什么要下拜 他这种圣灵的人 他知道这是神 这是一个下拜的人 如果这位不这么讲 说我来是帮你的 只有骗子 愚蠢的人才会说 我要下拜 这太好了 所以啊 主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圣灵 是不是好听的话 就是我们的圣灵 真的不是 魔鬼都是暖人心的话 圣灵上再没有这句话 更让我相信 我们圣经起这个神 绝对是神了 真神 太神了 我主有什么吩咐 就是我的主 我是谁 我是他的仆人 我愿意做这样的神的仆人 就他怜悯我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约书亚说 寻找的就寻见 神的话 为什么不临到别人 临到约书亚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从服谁啊 从西 从服西南山上 摩西的经历 告诉我们 与摩西同在的神 就是与约书亚同在的神 同时让约书亚和摩西一样 直到敬畏 神在哪里 哪里就是圣地 我们在他面前不可兼阅 主导文祷告怎么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是什么意思 首先提醒革命领袖 以色列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 人类所有的领袖 不要演神 这什么意思啊 诸位 我告诉大家 再也没有一场战争 一场革命 更造就假基督的了 上帝这何等的怜悯 约书亚 在1949年 三大战争革命之前 就嘱咐这位革命领袖 你要记住 从现在你就记住 你不是神 毛泽东什么时候封神的 1949年以后 华盛顿多大的危险 神怜悯他 最后退休了 也许神的声音 临到约书亚 也临到过华盛顿 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 你所站的一个地方是圣的 你要永远永远站在神的旁边 你不是神 穿粉 川普需要听见这句话 他也许2024年会有神的同在 求神怜悯嘛 翻到第四部分 到了第六章 我们看耶利哥城门 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 无人出入 封城了 封锁了 内方反弹 外方输入了 封锁基督教了 网上不让传到了 他以为这门能关得住 这些蠢货 耶和华小旭于耶稣亚说 我管你关不关门 你的门真能关住吗 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 你竟然把耶利哥的大门关得很紧 看哪 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兵 大能的勇士交在你手中 这才叫大能的神 门关了 以色列人还在宠外 神说已经交在你手里了 谁没有说 耶利哥的王 你要顺服他 你要为君王祷告 你要按你的仇底 是你说的 所以我以前批评所谓王仪的那个教会那些人 就这么假的 你们为那个人祷告让我感到恶心 真假 而且你心里恨死他了 你又祷告 你的假让我二度恶心 神会听一些虚假的祷告吗 你还没弄死他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但是也不怪他们 这个主流教会就是这样一群东西组成的 你怎么办呢 是的 有人会问那新约这些信息怎么解释 我们解释过了 我们还要再解释 但是仅就这节经文来讲 圣经不会前后矛盾 不会撒谎 那么根据这节经文 我们就知道神在他的百姓身上的一个基本的旨意 我们要攻克世界 我们要光复基督的国度 我们要面对世界的众亡 我们要用铁杖打碎他们 因为神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中了 基督教滑头在哪里啊 神说我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基督教就跪下来了说 主啊一切都交给你 神说不交给你 我们说不交给你 交给你 像什么呀 像中国人到饭店里买单 我最难看那一幕 我来就 我来 基督教跟耶和华客气上 这都是客气 客气了五百多年 神说交给你 基督教说交给你 神说全交给你 基督教说全交给你 五百年之后呢 耶利哥越来越壮大 这两位在城外还推迟呢 到底交给谁呀 好吧交给我们吧 第三节 怎么怎么打耶利哥 你们的一切兵灵要围绕这城 一日绕 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我们围绕 耶利哥围绕三年了 多少人骂我呀 为什么讲政治 我为什么讲政治啊 我绕行耶利哥啊 神说你绕行耶利哥 你说不学 我说我们绕行耶利哥 你说 你拿石头在众人面前砍自己 我不会听你的 七个祭祀要拿七个羊 要走在约会前到第七日 你们要绕成七次 祭祀也要吹脚 他们吹的脚声脱长 你们听见脚声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直上干什么 杀人去 打仗 这样说对不对 看约束雅记第六章 二十一节 又讲城中所有的布局 男女老少牛羊和驴 都用刀杀尖 这是什么 这是图城 有人责备图城的罪恶 我给他们讲两个常识 第一 你们知道耶利哥 一万年的时间里杀了多少人 耶利哥的男女老少 在这种罪恶当中是如何的有份 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凶手 第二 你要觉得这件事情残忍 你怎么看大洪水 我不知道 这个主流基地区和这个左派 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 他们大洪水欣然接受 画了好多好多美丽的图画 儿童书给孩子们讲诺雅方舟的故事 都可以 像平常事一样 但是他们忘记了 大洪水的残忍是这一万倍 男女老少 牛羊全淹死了 他们可以接受 到这儿 他们就跟左派那些骗子一起说 以色列人图城了 太残忍了 我就想起那个笑话 朝三暮四 猴子们很饿 饲养员来说 早晨给你三个枣 晚上给你四个枣 猴子们就怒火天鸣 怒火冲冠平栏处 饲养员就改主意了 早上给四个 晚上给三个 猴子们就说 西出西万岁 大洪水全都灭了 上帝是公义的 以利格杀了一成的罪人 上帝好残忍 我们说句比较肉身的话 我都不想大理他们 这是一群听不懂人话的人 好吧 这事我就说到这 为什么要牛羊和驴都杀呢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牛羊的那个世代是最重要的财产 不要给李斯利人拿去 如果牛羊不杀 拿回去 成为他们的产业 我告诉大家 李自成进北京 闯亡这群流氓 怎么互相残杀 为了抢钱 以色列人一样 人都一样 上帝太英明了 你赡美主吧 抢美女 抢男丁 男人是什么 男人是战士 女人是什么 圣域机器 抢 神说你们别抢了 七日绕城 既可以平行圣州七天 也可以平行 我说的是耶稣荣禄圣城 也可以平行创世纪第一章 神在七天创造世界 对吗 正在创造世界 因为在拉河身上 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 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平行的信息 另外一个方面 也让我们看见 神的军队是围绕着世界文明中心的 他不是一个边缘化的 退休化的 归隐化的 出世化的 邪教 异教 是不是 耶利哥战争是再一次支持我们 为什么要讲政治信息的 又一个圣经根据 我们就在绕行耶利哥 我深信 有一天他必然塌陷 我们在这塌陷之前 我们干什么 我们吹脚 我们呼喊 这一幕 我们在启示录的经文当中讲过了 天使吹脚 一个新的新天新地 最终在叫声和喊声当中到来了 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叫声和喊声的 那就是牧师的讲道 和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事工 传 讲 一日一日 年复一年的去讲 耶利哥必然塌陷 这是真的 我们不可持续的信心 我十几年前讲约束亚绩的时候 谈到这六天七天 我特别提到一点领受 就是这六天七天最考验人的是第四天 五天六天 对吗 一二三天蛮有信心 绕行 他因为神说了 他一定倒 到第四天还不绕 算了 我们信佛教 上帝说话不好用啊 第五天算了 离开吧 非政治吧 也许我们2022年就到了第四天 第五天了 坚持下去 对吗 弟兄姊妹 不管主流基督教如何的讽刺 挖苦诽谤控告我们 我们的政治信息不会减少的 谢谢神借着你们与我同在 二十六节 约书亚教众人启示说 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利哥面前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 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一个罪恶的城市被消灭了 不要宠建它 一座叫毛泽东的耶利哥城 倒下了 一个叫习近平的耶利哥城又出现了 谁把他建起来的 中国人自己 结局呢 长子幼子的灾祸 这些年你经历的还少吗 侮辱到了何等的境界 愿主的话永远存在我们心里 然后我们看这一段信息的 另外两节平行的经文 十九节和二十四节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必入耶和华的库中 第二十四节重复这个概念 众人用火讲城中区域中 所有的都分烧了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第一 我们看见 财富是用来建造耶和华的殿的 不是用来给人挥霍的 第二 我们看见这既不是战利品 个人的战利品分赃 日本人打开南京大家分开抢 解放进进北京 进南京 打土豪分天地 我们讲过了 真正新的正义战争 不以金银财富为目的 第三 我们也看见了 新约的一段经文的应用 那就是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二十四节 将城中和基隆所有的都分烧了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这也是一种应用 但是总而言之 新的战争 基督徒和外邦人 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 你到底为了什么 我可以毫不忧郁地告诉大家 如果基督教 或者重建的基督教 不发展壮大 将来中国发生任何一场动大 和历史历代的 以金银同位目标 为抢夺 或者重复为目标的这个战争 一定会再发生 而结果 中国会进入更黑暗的时代 所以确实怜悯我们这个 苦难深重的民族 而他怜悯这个民族 最最真实的计划 就是我们 翻到下一页 最后这段信息 拯救拉荷 新约圣经三节经文 谈到了拉荷 除了我们谈到的 马太福音一章五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人二节 讲的拉荷的信心 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 讲拉荷的行为 所以你会看啊 这个奇妙的交叉结构 对吗 中心 马太福音五章一节 一章五节 上面 希伯来书信心 下面雅各书行为 这才叫圣经 真好 拉荷因此得救 然后我们看约书雅记 怎么记载这个过程 十七节 这城河其中所有的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只有妓女拉荷和他家中 所有的可以存活 两个所有 一个城市的毁灭 一个国度的诞生 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打发的使者 这是一语双关 他隐藏了两个探子 他身上隐藏着弥赛亚的信息 约书雅吩咐 窥探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了妓女的家 这话真是伟大 进了妓女的家 不要怕人说什么 不要怕埃及人嘲笑 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 讲的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当探子两个少年人就进去 这年轻的男人 讲拉荷与他的父母兄弟和他所有的 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了 这是个大家族啊 但是大家想一想拉荷的爱有多大 为什么 你想啊 他有父母 有兄弟 还有所有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亲眷 但是几十年来 任凭这个女孩在墙头上卖春 拉荷在爱谁啊 拉荷在爱他的仇敌 所以我说拉荷身上包含着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 他可以解开我们马太福音 登山宝训 好多好多主耶稣的教导 什么叫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什么叫爱仇敌啊 拉荷身上包含着我们 这个进你的身上啊 包含着我们常人已经失掉了的爱 这份爱让人感动极了 现在有多少儿女 想起他父母以前虐待他 仍然愤恨不已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呢 今天希望我们都释放了 父母也是罪人 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但是没有 还有多少父母 像拉荷的父母这样缺德呢 他怎么忍心 还有很多兄弟这男人呢 耶利哥的男人呢 但是你知道这为什么 因为他的父母和耶利哥的男人和这些亲眷 他的一些兄弟都是耶利哥人 这就是耶利哥人 为什么要灭耶利哥人 因为耶利哥人全这样 清楚吗 清楚 但是呢 神有怜悯 借着一个人救了一家人 感谢主 并他一切的亲见都带出了安在以色列的营外 为什么要安在营外呀 免得以色列的男人也受性大发 反正是妓女 又是我们救出来的 对不对 保护他们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为了圣洁的缘故 他们还没有洗礼 或者说他们还没有被截禁 还没有真正的正式的皈依 所以还算是外邦人 有待时日 约书亚把妓女拉荷与他的父家 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 反复的重复这个信息 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 窥探以色列 耶利哥的使者 他就住在以色列中 直到今日 至少直到约书亚纪完成的时候 好 反复讲这个信息 不仅给以色列人听 也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听 给习狗人听 给那些动不动耍流氓 约我们的弟兄姊妹喝茶的那些臭警察们听 我劝他们为了他们的父母 为了他们的弟兄 为了他们的儿女和亲倦的缘故 善待这些耶和华的探子 免得跟耶利哥所有的人一同灭亡 不如去追求有一天 他们的父母 妻子 儿女 以及他们本人像拉和一样 可以住在以色列的营中 所以这些信息神指着拉和呼喊 警告 普天下所有逼迫基督徒的那些恶人 你们去看拉和 神到现在 仍然存一份怜悯和忍耐的心肠 这是耶利哥倒塌的第五个条件 神的百姓要存一份怜悯 呼喊人悔改 为什么讲政治的信息 为什么攻击中国 为什么批判政治 为了让他们悔改 愿神的怜悯 与教会同在 也与他们同在 现在我们要谈另外一个话题 那就是约书亚 约书亚攻陷 耶利哥征服迦南 这样的事件 在历史在后期 有没有再发生呢 有 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 我们再一次回到 十字军的历史事件当中 这是我要讲的 要推荐的 第二本 第二本关于十字军历史的世界名著 上一本 我之前我离开中国好多年了 不知道去年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出了中一本 所以大家可以买到中文版本 这本应该还没有翻译成中文 但是它的PDF格式呢 我已经群发给学员了 大家可以去读 十字军有八次 九次或者十次之说 但是最充分的 最能代表十字军事件的真相的 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而这本书 是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为基本历史叙事对象的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86年 后来一再再版 短小惊悍 我读这本书感到非常诧异的就是 它比我想象的 离圣经更近 每一章 每段叙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这场战争是为了信仰 虽然作者的立场是可疑的 沾染了左派自由 北美西方 现代高等院校的左派的恶习 但是他所描述的事实 仍然有学者的风范和诚实 客观的反映了十字军的战争 最最基本的方面 就是为了信仰 翻到下一页 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兴趣讲外邦人写的书 或者一本非圣经的名著 大家有时间自己去看 我们只讲它和圣经真理 相关的一个信息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十字军就是放大的约束亚记 就是中世纪版的约束亚记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他们怎样攻占耶路撒冷 完全是仿照 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 吹脚祭司 然后绕耶路撒冷 最后攻占了耶路撒冷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严格来讲是一场伟大而胜利的战争 因为夺取攻占了耶路撒冷之后 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 存在了八十年 这就是好莱坞那个骗子 那个文匹 那个流氓作家 那个导演 所创作的 天国王朝的历史背景 但是他对一些基本事实 都在歪曲和撒谎 他在大大的美化绿教 在攻击否定基督教 在糟蹋耶路撒冷的国王 不去说他了 他不配被说起 我只是提醒朱沛 好莱坞的很多犯爱主义 相对主义的片子 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矫情和假冒伪善的片子 你都不要看了 要看的时候就问问我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场是直线的 这场战争同样是胜利的 方式同样是 攻陷耶利哥的方式 这里面有一个难题 和约书亚纪是完全一样的 什么难题啊 左派作者 部分的甚至主要的 吸取了阿拉伯作家 对这场战争的叙述 大大的扭曲和夸张了 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图成的罪恶 这是今天包括主流基督教在内西方学界 整体上否定 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要告诉大家 伊斯兰军队从土耳其半岛 直到伊比利亚半岛所发动的500多次战争 屠戮杀人越祸一路强烈 逼迫基督徒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是所谓的十字军屠成耶路撒冷的罪恶的500多倍 这是个简单的算术 这就是基本常识了 我不想再展开说 第二 即使所谓的耶路撒冷有所谓的屠成 也是被大大的扭曲和夸大了 很多资料并不是来自于现场 第三 即使是有所谓的耶路撒冷屠成 那你就去看耶利哥屠成就好了 约书亚记是我所接受的 耶路撒冷的所经历的我也只能接受 神比我大 神比我爱 我不敢矫情 就这么简单 但我这样说 不会完全美化十字军 但是这实际上是个假问题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他 就如我们没有必要美化以色列人一样 攻占耶利哥 攻占迦南的这些人 你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那雅干不在里面吗 一路上他那么多都是些什么人啊 所以对人的求全责备本身就是不公义的 对不对啊 你用这套公义的标准 你用这套道德的高调 你去要求实际上所有的军队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要告诉大家 没有十字军更让我感动了 很多年来啊 我也算是读万卷书的人 但是这些日子的阅读 让我是最感动的日子 我真的以前没有这么充分的意识到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 还有这么一支伟大的军队 这些左派骗子们 控告十字军 主要是三个理由 杀戮 我不再讲它了 第二 为了财富受迷惑 追求财富 第三呢 溃不成军 乌合之众 我先讲讲第二 先讲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些十字军的东征 真的是为了财富吗 正相反 千千万万个西方的贵族 从高炉到英伦群岛 到一北河两岸 很多贵族撇家舍业 舍生忘死 进入东方 当他们归来的时候 倾家荡产 一无所有 正是因为贵族在十字军当中的 整体上的破灭 所以出现了所谓的自由民 出现了所谓后来的资本主义和城市化 这些左败学者是前后矛盾的 他们一个方面攻击十字军是为了到东方捋捋捋财富 另外一个方面又告诉我们他们破产了 这是赤裸裸的撒旦的谎言 第二 乌合之众 真是无耻之极呀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 十字军是乌合之众的呀 完全在上帝的感召之下 他们脱家带口 男女老少跟当年的以色列人完全一样 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 万里迢迢背井离乡 去干什么 去拯救他们受伤害的弟兄在东方 被穆斯林人侮辱 被突厥人达大人欺凌的弟兄 为他们舍命 谁去呀 没有正规的军队 是千千万万的像我们一样的父亲母亲弟兄孩子们 拿着最简陋的工具 千里迢迢上路了 很多人倒闭在路上 可能有些人偶尔去饥饿了 去抢一点粮食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正义之事啊 在人类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兴起这么伟大的正义之事 你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他们的 今天你美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但你看着香港的面网 看着你的弟兄姐妹的死难 伊斯兰教徒有什么资格嘲笑十字军 你看新疆对你们的那些信徒 奸进奴隶 迫害的家破人 往建基隆营 你们呢 你们继续跟一个流氓国家 眉来眼就为了一点实物的利益 你有什么资格 嘲笑这些乌合之众 他们为人舍命 为弟兄舍命你们呢 中国的那些学舍的流氓们 骗子们 文匹们 加倍的羞辱十字军 你有什么资格 你有百万雄师 冰沉台海 瞄准什么 你专门对内镇压 手无寸铁的人民 无所不用欺击 专门欺负基督徒 各种用信仰的人 欺负老百姓 封锁上海 毁灭香港 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平民 把世界上最密集的导弹 对准谁啊 对准在世界上生活的 最自由最平安的台湾人 他哪里惹到你了呢 你有什么资格 还要解放人家 百万雄师 世界第一强国吗 赤强凌弱 厚焉无耻 耀武扬威 不知羞耻 你有什么资格嘲笑 老弱残兵的十字军 十字军在干什么 我告诉你 十字军三大真相 第一 就是为了信仰 为了基督 为了主 为了信仰可以分成三个小环节 为了基督 去看这个 看这本书吧 看乌尔班二世 看从格里高地七世 到乌尔班二世的那些 现场的演讲或者布道 那是最第一手材料 那是最第一手材料 就是为了信仰 没有别的 可惜 没有信仰的人 绝对不相信 有人会为了信仰而战争 就像今天有人不相信 我们在这里讲 所谓的政治信息 不是为了所谓的政治 是为了基督的真理 没有信仰的人 不会理解 有信仰的人 信和不信的 有什么相干的 所以整个的五百年来 整个的所谓的 学术 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以来的 这些文匹们不可能理解中世纪 不可能理解十字军 太感人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什么都不为 他们是为了信仰 第二 为了弟兄 天主教和东正教 在1054年分裂之后 有时之事都在寻求 一个共同的意象 那就是两教合一 阿拉伯人对 君斯坦定的围攻 对拜占庭帝国的打击 历史给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一个合一的机会 于是 拜占庭教皇 拜占庭皇帝 修输给罗马教皇 罗马教皇 在这之前 整个西方的基督徒 北方的蛮族 规划成的基督徒 高卢人 英国人 德意志人 日耳曼人 深受 穆斯坦世界 扩张的威胁 压力和屈辱 再加上这封信到了 再加上教皇本人的骨痛 每一个基督徒 最简单的信仰 之火被挑望了 那就是 我们要去东方 救我们的兄弟啊 我们要去东方 救我们的弟兄 谁去 没人去 我们老百姓自己去 我们的贵族去 我们的骑士去 我们的女人去 我们的老人去 我们的孩子去啊 这就是石子军东征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被淹没 在历史尘土 口水和石头当中 真正的石子军的真相 最大的真相就是 我们要为我们 要为我们的兄弟 去舍民也去死 这是石子军 第三 同样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要夺回耶路撒冷 我们也许在真理上 并不认同 但是你不要把你 现在这种教义的主张 强加给中世纪的人 他们就是相信 耶路撒冷就是圣地 他们就相信耶稣 他们要在耶稣的墓地那里面 建立一场崇拜和弥撒 他们由衷地相信这一点 他们不是比我们更蠢 他们是比我们更信 所以第一个真相 就是为了信仰 第二个就是为了自卫 看网上相关的视频 你去看看 从主后六百年到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间 阿拉伯人 穆斯林世界 对整个的西方做了什么 我不重复这个了 因为有人讲过 比我讲的好 第三个原因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什么意思 没有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 地中海本岸的浴血奋战 舍生忘死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没有欧洲的今天 没有西方的今天 没有你我的今天 这是我们属灵的祖国 我们属灵的先祖们 他们用鲜血和生命 为我们后代一代一代的基督徒 建立了一所大房子 这个大房子从东起 地中海东岸 西到圣劳伦斯河谷 是我们今天得以居住在这块自由平安 没有异教威胁的国土上 我们的妻子 母亲和女儿 不需要再裹着头巾 去除入各种公共的场所 我们的男人没有特权 一个人可以娶四个老婆 这地有宪法 有自治 有教会的生活 从哪里来 从十字军那里来 十字军为我们 为了为了我们 牺牲了生命和鲜血 但是 我们怎样对待他们 我们怎样对待他们 包括在座的我们在内 在我们讲十字军历史之前 我们和主流社会一起骂他们 是吗 我们用他们来证明中世纪的黑暗 我们用他们来证明教皇制的败坏 我们用它来证明现代主义的光辉 伟大光荣正确 我们用他们指着他们来证明 基督教新教改革是无比的正确 我们真的是有罪了 在人类历史这上半年的时间里面 十字军所遭遇的苦代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 他怎么遭遇了如此忘恩福役的不孝子孙 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大房子 我们骂他们 他们的勇敢 我们侮辱为残忍 没有我们有爱 没有我们有怜悯 他们的死亡和为弟兄舍命 我们把它污蔑为狂野和愚昧 他们为了主 为了弟兄 我们说他们为了钱财 整整五百年一个没有信仰 或者信仰不断失落的世代的人类 去控告那些真正有信仰 为我们舍命的弟兄和姐妹 那些老人 那些女人 那些孩子们 我们站在他们的斑斑尸骨之上 来炫耀我们的政治正确 这就是现代文明 这就是现代社会 这个假冒伪善的主流世界 竟然同时还去打开约书亚记 他们推行了一个完全矛盾的魔鬼的双重标准 他们高举约书亚赞美攻占加南的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把这个世界上最邪恶最肮脏的石头 全部的头放在千千万万老弱病残的十字军的身上 就是因为他们勇敢 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 就是因为他们有爱 十字军离我们已经一千年了 今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站在教堂里面 向他们表示敬意和忏悔的牧师 我盼望将来 在天上能见到他们 我相信我能够见到他们 那些路上倒闭的弟兄和姊妹 那些被屠刀杀害的弟兄姊妹 那些五百年来不断被侮辱 被遗忘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深信我们的神 是纪念他的百姓 纪念他的仆人的神 与此相关的一个冤案 就是这些年来 我们跟马克思主义者和启蒙作家 一起在侮辱中世纪 把中世纪描述成一个愚昧的 黑暗的 残忍的 封闭的时代 上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了 欧洲中世纪迅猛的繁荣 今天这本书让我们看见 中世纪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爱和信仰 是我们这个世代不配拥有的 现代人有什么资格攻击 中世纪的黑暗和残忍的 不要忘记 两次残忍的人类的互相杀戮 或者两次世界大战 都发生在所谓的 比中世纪进步的近代和现代 你也配 你光明在哪里呢 中世纪再混账的时代 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个习国 所有的教皇你可以觉得他们如何的霸道 专横和愚昧 但每一个教皇比历一代的总统 首相和总书记更令人尊敬 历史上还有沃尔班二世吗 现在还有哥里高利七世吗 你知道哥里高利七世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 他就是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意向 那就是上帝给教会的权利永远高于世俗国王的权利 今天我们唱到基督教重建主题之一 仍然如此 同时 现代思想把中世纪描述成一个锦衣主义的时代 一个修道院文化控制一切的时代 一个经验哲学统治人类思想 紧固人类灵魂的时代 果真如此吗 最后我要给大家推荐 一首我特别喜欢的中世纪的歌曲 英文的名字在这里 可能你们中间喜欢音乐的人已经听过 这个英文的名字啊 我英语不好 我不知道多伦多那个斯加宝是不是这个词 是吗 是不是 那你就把它翻译成斯加宝集市好了 不过在网上通行的中文翻译叫 斯卡布罗集市 这首歌诞生于十字金的年代 虽然有记可查算十三世纪 但是它到起源可能更早 这首诗歌非常美好的 从内容到旋律非常美好的描述了男女的爱情 它诞生在被修道院化 被谨欲主义化 被蒙昧主义化 被经验哲学化的中世纪 很难在现代社会找到这么美好的诗歌 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歌词 让我深受触动 我写在上面了 去战争 为一个理由 他们长时间遗忘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十字军战争 我们今天才更加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那就是 什么是十字军战争 他们为一个 为我们长期遗忘的理由在战争 对吗 人类的战争再也不为信仰了 再也不为弟兄了 再也不为圣地了 人类的战争只是为了金钱 和个人的邪情私欲 所以 我愿意把这首歌送给十字军 我在所谓的中世纪那里 找到了失落已久的爱情 没有爱情的人 不会相信爱情 正如没有信仰的人 不会相信信仰 也不会相信人会为信仰而战 但是今天 我们在基督里面相信了 我们相信爱情 在基督里 我们相信信仰 在基督里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用迟到了一千年的祷告 向我们的爱情 向我们的信仰 献上感恩之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借着你的真理 和你在历史上的掌权 你重建了我们的信心 求你纪念所有跟随你 为信仰而征战的人们 愿意你的国降临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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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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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